Kiss on City Lessons 459 今天是2022年的3月 19号啊,星期六 今天是一节特别特别的课 特别特别的课 今天我们继续来去解 你看见我就知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去讲解一下口语了 我们要聊一下雅思口语 越被稿分越低 不被稿如何快速提分 我的脾气在这边 然后大家都知道呢 雅思口语在去考试的时候啊 我们有很多同学都特别喜欢 去背这个口语稿 你就会觉得 只有背了口语稿之后 上场的时候 考官问你一个问题 你才会有话可说 才可以去保证 你说的这个表达是准确的 或者说不会出现语法错误 然后呢 导致大家就掉入一个大坑里边 就花了好多时间去写这个口语稿 所以我们今天呢 来去讲解一下 为什么你们需要去放弃 对于这个口语稿这个执着啊 还有一些同学是这样 即使我们上了我们的 一对一保分课的同学 甚至是一些 看过我们七天免费课的同学的话 我们都知道 part one实际上是有四个万能原因 part two有一个万能故事的 实际上你都可以谈论很多题 但是我们part one的四个万能原因 只可以去谈论所有like和dislike的题 那这样就会剩下了 50%的题是套不了的 实际上也是有一个技巧 教会你怎么样把这些套不了的题 现场在去和考官互动的时候 很自然的去说出来一个答案 而不是像背稿一样 那很多同学就会有这个顾虑 就是说如果我现场去背 去说答案的时候 肯定就会出错吧 就会比较担心 所以有一部分上一对一的同学的话 他还会去背稿 然后我最近讲了一个一对一的话呢 我就会发现帮他做了一系列的练习之后的话 这学生终于不背稿了 特别快两星期的时间 part one就可以回答到七分 特别流利也很自然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节课特别值得 会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亚斯科尔为什么越背稿 分数会越低 是这个样子 大家都知道我们part one总共有多少个题 大概有30个topic吧 每个topic有5个题目 加起来就是150个题了 part two是50个 150加50 多少个了 200个了吧 然后part three有50个 还别说这part three的题咱们预测不到 我们说50个 假设你准备 那就是5 5乘以50多少 2500 2500加150 400 445 怎么着你也要准备500个题 所以你背稿第一大问题就是 就是特别特别浪费时间 你每一个题全部都要写答案的话 你要浪费多少时间 同学 我之前也是背稿来的 我之前从6分考7分的时候 也是背稿来的 我是每天可能要复习 5、6个小时的样子 空直空直写了两个月的稿 还得使劲狂备 但我只准备了这一个项目 才可以考到一个7分 那如果你现在同时准备 四门的学生的话呢 你没有办法这样子去复习的 你就会发现当你口语复习好的时候 写作给忘了 写作复习好的时候的话 那你下部分等你写作 catch up的时候的话 你口语这个季度又换题了 又要重新写稿了 那你肯定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换 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就是有大把时间 我就是喜欢去背稿 这样我考场上说才可以不紧张 好 问题来了 你背稿的时候 当你去真正见到考官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比较紧张了吧 然后你去回答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那些停顿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这个停顿还不是想内容的停顿 你再去想单词的停顿了 比如说考官问你说 Do you like your job 你就会这样去说 Yes I like it Because I can share a lot of Io shortcuts with students which makes me feel like cloud nine 你就会这么说 你会发现了吗 我和考官之间是没有任何互动的 我没有再去看着我对面的那个人 为什么呀 我看这个人 我就想不想我这个稿了 你们可以自己 现在就拿出来手机啊 把你自己背着这个稿 就是一个题目 然后你回过头去去看那个视频 看看你是不是这样 就会有上下翻白眼的情况 因为我们保分课学生的话 我们会让学生去教这样子的作业 然后他自己就会看出 哦原来我在去和考官互动的时候 我是有这种想单词的停顿了 这个时候考官就会认为 你在背稿了 这个时候你是多少分 怎么也考不到七分了 所以你们考到七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 不是说你这个考 可能你的稿也会有一点点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 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背的特别熟 我这些全部都练了 我上考场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说的 Do you like your job? Yes, I like it Because I can share a lot of IELTS shortcuts with my students which makes me feel like cloud nine 就像什么啊? 是不是特别像那个 是不是特别像那个 那个新闻广播里边 也是没有让人去感觉到 你是一个聊天的一个状态 并不是那么自然 尤其是你想考八分的学生 而且你写这个稿 还会有出现一个问题 你写这个稿 因为是你写出来的 你再去写稿的时候 你总会想一些比较正式的表达 包括各种机构 让你去下载的那些稿 都是比较正式的 全部都不是口语化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语言 这样子的话呢 你会有一些词会用错的情况 比如说刚才那个答案 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还用了一个 ideomatic expression 就是make me feel like cloud nine 但是make me feel like cloud nine 你怎么放在这个语境里面 你说你每天跟你的学生 去分享一些有用的 雅思的一些 shortcuts的话 你就可以让你高兴爆棚了吗 这个语境也不大 也不大适合呀 只有什么样子 叫cloud nine的时候 就是说 比如说你说 我从来都没有准备过雅思 第一次考树 我考一个四个九 那你肯定玩爆棚了 开心的 所以会出现一些这种情况 用错词 就是词语过于正式 如果你写的稿 会有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就是 老师说 有些学生说 就是如果你出现 刚才说的那个第三个问题 你是怎么样都考不到八分的 因为八分是给那种 很自然的感觉 然后呢 让考官会觉得 你是在有一个conversation的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 有些同学说 反正我前面全部都可以做到 现在问题来了 par3实际上是没有预测题的 好 我给编辑姐姐腾个地儿 我们左面的时候 给大家放的就是 我从IDP的官方网站上 去下载的par3 考官答题测上面的问题 你会看到啊 框口里面有两个题 对不对 第一个部分是有两个题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再换另外一张 实际上这个是 他真正去和学生互动的时候 问的问题 你们会看到 真正在和学生互动的时候 问的问题是 只有蓝色的这个 是他问的第一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你的国家 what kind of possessions do you think give status to people 就当人们有什么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可以给他一个社会 一个地位吧 或者说一个标签 这样子的 好 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和他答题测的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 但是后面的那个问题 你会看到 答题测上面的问题是 have things changed since your parents' time 也就是说 从你父母的那个时候开始的话 这件事情 这个trend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好 你会看他真正去跟学生沟通的时候 问了几个题 问了三个题 第一个是 is that a new development 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吗 第二个是 people have thought like that for quite a long time 好你会看见这两个问题的话 包括最后一个问题 全部都是根据这个学生的答案而问的 虽然他也围绕刚才那个题 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一个变 就从你父母的说 有没有发生一个变化来的 但是实际上他把这一问变成了三问 是根据你的回答 考官来提问的 所以如果你真正就是死即硬背那些问题的话呢 考官在去考场上的时候 直接就换了一个题去问你了 你就反应不过来 没背过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part 1和part 2你答特6 part 3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会有一些题卡得特别严重 这个时候你part 1和part 2是8分的水平了 假如说啊 你part 3一下变成7分水平了 他怎么也都不可以去给你8分了 现在等我说一次 包括其他想考7分的学生 回到中间也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就是 我们来去回顾一下 这就是雅思口语 为什么越背稿分越低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耗时间 第二个就是考试说翻白眼 松松这些小内容的停顿 第三个就是过于正式 像那个新闻广播一样 第四个就是part 3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预测到所有的题目的 那现在同学问题就来说 老师那不背稿真的就可以提分了吗 那我们很多一对一的学生 实际上全部都是 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一个例子吧 那个学生就是从背稿变成不背稿 他们实际上都是不背稿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之前有学生 两周的时间 我们把成绩单放在这个页面 两周的时间 口语是从6.5分考到了8分 那有的同学说 那我要6考7分呢 也有学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口语就是从6分考到了7分 这还是在中国大陆考的时候 还有同学的话 是一个月 口语基础更差 一个月的时间 口语从4.5分考到一个6分 你就在一个月时间的 写完所有题的答案 不可能的 所有这些经验分享的话呢 这个学生全部都给我们 读了具体的访谈 你们可以在视频的下面 去收看一下 然后现在问题来 就是同学说 老师那不背稿 怎么提到呢 那我就是考官问一个题 现场反应不过来 怎么办呢 就是有一些单词 我就会担心 我不会说好多东西 我都不会说了 现在教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以part 1 做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part 1上面 有一部分的题 你是可以 比如说如果是 like or dislike的时候的话 你是可以去套 你的万能原因的 但有一部分题 套不了这个万能原因 这个时候这个方法 就是很简单啊 好 你想一下这个题目 在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有人聊天的时候 你怎么样用中文回答 比如说考这个题就是 你喜不喜欢工作 那如果我自己的话 我就会这样回答说 我当然喜欢我的工作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都做了9年的时间 即使这个工作上面 有很多up and down 很多困难在这个里面 所以你会看 如果我翻译成英文是什么 Definitely I love it so much That's why I've been doing it for 9 years even though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ups and downs 这样是不是会显得 特别自然 而且你和考官之间 是一个互动的 很自然的去说出来 然后你在想 为什么你觉得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 我可以去做一些 特别特别有用的课 然后可以很快的时间 帮我的学生 去提高雅思分数 到七分到八分 每次我的学生跟我说 老师我有一个月的时间 又考过 而且好多学生 都是用免费课考过的时候 的话 我就会变得特别兴奋 我跟你说 我现在跟你说这件事的时候 我身上都要起鸡皮疙瘩 这样是不是就会显得 哦 就在和别人聊天 那翻译成英文是什么 你仔细听里面 有没有你自己不会的单词 就除了最后一句话 那我就会说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试图就会变得更加自然 但我说是有点快 因为我每次对着镜头 就会特别紧张 然后是不是就会变得更自然了 整个的答案的过程之中 也没有什么生词啊 我跟你们说啊 就是你们要去从六考到七 从七到考八 即使是从五考六 考到下面一个分数档的那些单词 你们自己都是会的 那你们只是需要去有一个能力 就是当你去听到题目的时候 有的同学说 说老师呢 我很自然去表达出来这个中文 我有一些不会的表达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怎么去翻译成英文 好 这个时候会教给你一个技巧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这个中文 转化成那个 你会翻译成英文的那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 老师这个听起来很容易 我还有语法错呢 但实际上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不大有可能在短期之内实现 我跟你说 我前两天带那个学生 就是在两个星期之内 把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了 我们在一起做了几个练习 那我们下面一则课的时候的话呢 就会给大家具体去分享 这个练习 下周的时候 一起给大家分享啊 然后大家记住了 我们雅思口语 part 2 实际上呢 给了大家50个预测题 怎么样去套用一个万能故事的 49个预测题 怎么样就全部都是这个纪录题 怎么样去套用一个万能故事的那个例子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个系列的话 一定要去B站 去看一下这个系列 这样可以大量的节省 你的备考时间 还没有注册我们七天免费课的同学的话 到kissos.com去注册一下 我们的七天免费课 会交给你雅思 备考 听说读写 考到8778 所有的那些万能的模板 尤其是写作 会分享12组的万能逻辑链 教你怎么去套用50个题 然后如果对我们的自学视频课 和一对一保分课程 感兴趣的同学的话 视频下面有具体的链接 我们下周的口语课再见 下周会给你具体去分享 这些练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拜拜 关注我们一下 这个小铃铛关注一下 YouTube频道上 一键三连一下 B站 拜拜